除了舞蹈团的好成绩之外 成功国小的棒球队过去也是相当有实力的 但是一度因为经费不足而解散 而近年来在政府经费补助之下再度成立 今年暑假期间展开集训将参与一连串的比赛 穿着正式棒球服装的就是成功国小棒球队队员 而一旁还有许多传蝙蝠的孩子 则是对棒球有兴趣的学生 棒球队利用暑假展开集训 同时也指导新手 附近的学校或者是原本成功国小 第一年级的学生参加的会比较多 像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他从屏东来台北玩 他也来加入我们球队的娱乐营 最主要是培养兴趣 然后也欢迎就是不一定说要我们成功国小在校生 可能你附近外面兴趣 想要参加想要培养兴趣打棒球的 都可以来欢迎参加我们的那个娱乐营 棒球运动在台湾相当盛行 不少小男孩的心中都有棒球梦 这群球员在教练指导下不断进步 对于有新加入的新成员也相当乐心显著 因为他们以后也是棒球队的一份子 所以我们要把他教好 那个改天轮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比较好的表现 成功国小占地力之便 球员只要过个天桥就能抵达专业的球场 但是因为球棒棒球都是消耗品 因此球队努力在各项赛事夺取家击 希望获得更多的补助 记者沈旧林锦鱼 如周采访报道